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见 部长 最近的旅游 前往曾经的旅游五八二五七四号的 二十时更新 成熟 山王 二十时更新 三十时更新 山王 谢谢 这么巧要见人啊 对啊 接你 不行吗 接我 好久不见 有一点 想你了 我现在也是 以上就是湛蓝这几年的经营状况 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三家车企 和两家投融资公司 向湛蓝表达了明确的合作意愿 云创想要和湛蓝合作的话 竞争非常机灵 沈总 你得加把劲了 玉勇 你怎么看 固态电池拥有高性能加高安全的特性 确实有望成为未来的发展报价 并且潜藏着巨大的需求市场 这也符合国家推行的双碳计划 在这条赛道 湛蓝确实是比头盘 郁顾问分析得非常对 湛蓝现在的生产体系非常成熟 投资的话 我们的风险要小很多 但是 竞争如此激烈 又不是前任的投资 这也就意味着 云创想要吃到这块肉 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评估下来的结论是 这块市场 有高度 施总 施总 您怎么想 大家有注意到 前两天发生的新能源车事故吗 好像是恒星新能位车的事故 他们家用的就是 湛蓝的电池 既说出事故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再说了 也不一定就是电池的问题 投资任何一个赛道 都是一场冒险 我还是想多做一些准备工作 刚才大家也说了 投资湛蓝本身竞争就很激烈 湛蓝对云创来说 肯定是不二选择 施总 我记得你之前 不是也很看好湛蓝吗 我看好的 是新能源对未来生活和环境的 积极改变 以及进入这条赛道 对于云创的意义 但固态电池这个行业 投资需要下重主 多做一些调研和分析 我觉得很有必要 可我听说 这两个月期间 他们就会下结论 到那个时候再选择哪家的话 会不会来不及啊 对啊 这么多家投资公司都下注了 应该不会有错吧 大不了呢 我们跟对方商量商量 拿少一点分隔也是可以的嘛 施总 我知道你很谨慎 但是 投资站篮 现在是机不可失啊 谭勇 再去做一轮评估 然后我们再看 好的 实验 你这要秒啊 现在拿着站篮确实有难度 如果你最后能拿下 大家都会觉得你厉害 就算最后拿不下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高 真是高 这个是评估部的书面报告 你们可以看一下 用这款电池的新能源车 出了多少事故 以及一些相关的事故调查报告 光是今天一年就出了这么多事故 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了 现在新能源车的使用技术大 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也就大 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也就大 油车有事故率 不一定比新能源车少 你说得对 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 虽然站篮的市场占有率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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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用的电池还是去年的技术 到现在没有更新迭代 眼下订单报仓 如果他们融资成功的话 一定是想扩大规模 持续不断地增加市场占有率 但是从长远来看 技术突破才是最主要的 但如果电池的问题一直不解决 事故继续不停地发生 各大车企也会想替代方案 那我们的投资 还是不是一笔安全的投资 这不一定了 站篮这次的融资已经是比了 经过了天使轮和A轮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并不符合云创的投资战略了 虽然可以专时上办 但就像你说的 再做一轮调研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这帮叔叔们呀 急着要拿下站来的也是他们 真要出了事 还要怪我们判断失误 所以啊 就不能碍绕他们说的 实验 就按你说的来 还是再等等新一轮的评估结果吧 看来 要亲自去一趟了